新門町那一場就是 那邊可以是說新門町六號出 最熱鬧的地方 那天精銳進出 包括館長啦 國昌啦 好像裡面所有大咖的 只要叫出名號基本上都有來 但是看得出來就是大概500人啦 我是建議 如果你們還要辦下一場的話 可以考慮耶誕節去新北耶誕城 那邊可能會好幾萬人 你們可以碰碰一下 因為他昨天我們自己有在現場觀察 有一些人是來拍照 拍完就離開了 他其實沒有實際的 就是坐在那邊聽 那會不會他們也是把這樣子 流動的人數也算進去 那個地方流動的人數 加一加大概 因為流動的人數 加加可能再加個幾百人 就像我說的 那邊坐在那邊 大概就頂多1000人 我已經其實把那個路人 你就給他算進去 大概就給他1500人 就是頂了啦 不過民眾黨算人數 就是真的不太一樣 民眾黨算人數呢 除了現場人數以外 他們還會加上直播的人數 很神奇 比昨天直播的人數一樣 館長上台前就是幾千人 館長一上台那一瞬間 就會爆到幾萬人 我是有看到截圖兩三萬 據說他們好像官方有宣稱說 最多有到5萬多人 是不是 很神奇 就是館長上台的時候 人數會爆衝 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啦 因為沒有證據說 他們就是買流量罐的啦 我們不可以這樣講 但是就是覺得很神奇啊 館長上去了那幾分鐘 然後人就變得特別多 所以如果你按照他們的算法 他們是現場5千人 加上那個網路5萬多人 所以加起來還是5萬多人 對這應該是他們自己的計算方式啦 其實這個月以來他們辦的活動 我都有在關注 從他的客戶的滿月嘛 那個大概是一兩百人 然後包括西門町桃園新竹 你會看到他們人數大概就是 大概兩百人到五百人之間 那昨天其實算是他們大活動了 他們也是精銳進出 竟然只有一千人 我覺得就是他們能夠動員的人 似乎越來越少 因為上次立法院門前 他們就是有那個遊覽車嘛 他們那個時候還有那個報名表彈說 可以要吃婚的還是吃素的 連便當都可以自己選 會不會是因為最近幾場活動呢 就是沒有便當沒有遊覽車 所以人數就越來越少了 我就覺得說 反正客戶都在裡面關嘛 你們黨才還那麼多 拿出一點來嘛 該花的還是要花 不然的話人數真的很難看 因為你剛好聽到這個館長上台 這個線上直播人數有暴衝 但昨天這個館長跟黃國昌壓軸上台 現在看起來兩個人 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第一場兩萬人 第一場宣稱是兩萬人 久遠宣稱六千人 已經消轟了 現在看起來兩個人 這個王牌已經出來了 看起來還是沒辦法把小嫂換回來 他其實從那個 西門町那一場就可以知道 因為他們開始精銳進出 但是沒有人 其實從西門町那一場就知道了 因為西門町那一場就是 那邊可以是說 西門町六號出 最熱鬧的地方 那天精銳進出 包括館長啦 國昌啦 好像裡面所有大咖的 只要叫出名號 基本上都有來 但是看得出來 就是大概五百人啦 我是建議 如果你們還要辦下一場的話 他要考慮耶誕節去新北耶誕城 那邊可能會好幾萬人 你們可以碰碰一下 我現在越來越討厭那個周杰倫了 因為其實我法問過他 但是因為他這麼紅的結果 就是我今天從第一場 弄到現在還是說 然後這好像蠻無解的 對 我現在蠻很大的 在這邊呢 你看所有法院 全台灣法院的判決 結果最後只有事件 還不是全部都判有罪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這麼嚴重 可到現在也只有事件 陳委員好 對 部長我今天想詢問您的是 一個幾乎全台灣的人 現在正在做的 我們正在質詢的當下呢 12點 周杰倫的廟票開賣 那我們辦公室也是一陣搶啊 他們前面是先當機 當機五分鐘 那過了五分鐘以後 告訴你全部賣完了 那當然這幾個禮拜以來 網路有許多的亂象 我也跟部長講一下 比如說有學校的老師呢 他就跟學生說 我們禮拜三提早10分鐘下課 大家去找一個 網速夠快的地方好嗎 然後獲得學校的一陣好評 也有網友在翠上面呢 宣傳自己製作的 搶票練習小工具 結果有兩百萬人在上面練習 那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 之後文化部可能還要結合 許許多多的部門 剛講的是趣文 但真實的是 有黃牛很早就開始販售 而且是販售兩倍以上的價格 還教你先匯錢 如果你先匯錢 最後有拿到票就算了 還有網紅他自己拍片 哭訴說最後居然是被詐騙了 那如果未來這個詐騙的狀況 越來越多 我也想知道文化部要如何 跟其他的部門結合來 因應這樣子的亂象 其實我們文化部能做的就是 不斷的修正這種 包括跟地方政府的合作 還有透過律師去了解 怎麼樣去懲處 目前我覺得我們的速度就是 的確我們的程序比較慢一點 所以目前已經被我們處罰 大概有75件 然後我大概罰了500多萬 對 未來他們的變化就是 黃牛也會一直演變他的 那個方式 我們 我們也必須要一直修正我們的方法 我承認 這個的確是一個比較難的 我現在 我現在越來越討厭那個周杰倫 因為其實我罰問過他 但是因為他這麼紅的結果 就是我今天從第一場 問到現在還是說 然後這好像蠻無解的 對 我現在蠻很大的 部長 部長剛講的一些方法 我等一下也想給部長一些實際的建議 我們也不要一直是批評嘛 好 那這個 當然這個剛剛其他委員也有講 我還要先買到黃牛票 我才可以檢舉黃牛票 好 但是買完以後呢 我剛剛講大家是在意有沒有被詐騙 他買完如果看了開心 其實他是不會檢舉 他只有真的這個負評 他覺得負面感受不好 他才會來檢舉 因此你收到這樣子的檢舉是不太可能會有很多啦 因為他就已經先買了 好 在這邊也有其他人說 好 這個文化發展 文化創意發展法的規定一 你當然這個定義就已經寫的不清楚 所以你會嘗試想要修改這個定義嗎 因為超過這個票價 現在他們就說是委託或者是服務等等的 那剛你有提到說各縣市政府 結果我們辦公室有接獲到縣市政府的吹哨者 把您發的公文給我們看 那文化部發的公文的確是 文化部的這個口文是大家一般人看不懂的 沒有講白話文 你們說我念給您聽 您說有關代購代搶 人應就行為人是否以代購代搶之法律關係 包裝違法行為 考量各個因素依權職為綜合判斷 您看完這個文化部的公文是不是有 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的感覺 在這個法治國家我們都請律師來 把我們認定那個法 所以他會給我們訂一些 的確是蠻複雜的一種認定 因為你要考慮到人生的那個自由跟那個個資嘛 所以我們的方法是的確蠻複雜 可是都是因為法律的要求 如果你要發剛剛這樣子的公文給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表達看不懂 那下來呢 現在變成我們的黃牛 他現在變成他在主打他不是詐騙集團 所以像這個他就會在下面有很多贈品 有跟他買過票的人一直去認證說 這家絕對不是詐騙集團 然後他現在已經服務粉絲最多即將邁向5萬人 所以這個也會變成年輕人對文化部的抱怨嘛 因為5萬人想買票 想要一起促進我們台灣的文化產業 結果通通不得其門而入 只能來找這個代購大王 好最後我只是要跟部長們來交流一下 因為在這邊你看所有法院全台灣法院的判決 結果最後只有4件 還不是全部都判有罪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這麼嚴重 可到現在也只有4件 所以壞人走在前面就跟部長講的一樣 那這邊法官也說 如果沒有好的法院 他真的是很難去判斷 所以這邊也請部長多加油好嗎 謝謝 謝謝主席